星期四屋宇柱動員多人 清拆這一間 位於桃瓜環潛建石屋外的棚架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 下午也到場視察 事源十年前 有人在桃瓜環石塘街一條後巷 潛建石屋 後來空置被一名姓唐的男子霸佔 近日更加自稱逆權侵佔了石屋 又起樓梯又改駁附近大廈水管 整條後巷裝滿工程支架 附近居民不聲煩擾 無奈有冤無露素 右街坊表示 涉事男子由2月開始 在後巷鋪地掘泥 他們曾報警十幾次都未能阻止 更會報復式投訴 附近的車房和護老院負責人 居民也擔心 男子很快會東山再起 無法根治後巷潛建問題